大家好 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怎麼看呢 就是疫情新階段 先說說股市的情況 先說今天股市繼續向好 早段曾經去過26,900點之上 準一步逼近27 不過高位遇到回吐 慢慢回落 全日升幅收窄到110點 收26,786點 成交保持活躍 1,338億 今天市做好多得藥物股 其中石藥強勁 升4% 加上內銀股也不錯 石油股也向好 大眾市向好 只不過香港本地經濟股繼續弱 亦試下跌有另展 而科技股出現獲利回吐 如騰訊跌0.2% 信譽跌得更多 令市就升幅 不能繼續擴大反而收窄 整個市形勢 近來講股市 都一定要講一下疫情 怎樣講法呢 就回到點題的幾個字 就是疫情新階段 什麼意思呢 其實疫情新階段在香港內地 以至其他方面都有一個新階段出來了 對市的評估是怎樣呢 首先講香港 香港的疫情新階段是利潭的 原因就是 剛剛今天最新的數字 由香港新增了三宗 沒有外游的感染 大家就越來擔心 在香港本土有爆發的情況出現 而事實上 專家亦講到 現在香港疫情進入了新階段 而且還講到陷入險境 講到未來 這段時間非常嚴峻 要大家繼續保持衛生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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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口罩 至於香港的疫情新階段是淡的 很危險的 不過與此同時 內地的疫情新階段 又不是這樣的情況 反而有少許積極的訊號 起碼根據內媒的形容 有四大積極訊號出來了 哪四大呢 首先 新增的疑似個案 連續兩天減少了 下降了數字 雖然有 但數字下降了 第二 疑似個案首次低於確診個案 第三 非湖北省的確診數字 亦都出現下降 加上第四個訊號 死亡率下降了 疫情爆發之初 死亡率去到3.2% 現在跌到2.01% 雖然仍然是不幸的 人死亡 但數字被疫情爆發之初 已明顯回落了 內媒認為這是四大積極的訊號 這是內地疫情的新階段 與此同時 治療方面亦出現了新階段 首先 在美國方面 法國是有些效的 甚至有些人形容為是有些神效的 藥物會運到中國 中國有得使用 這個藥物叫做瑞德西偉 本來是用來醫治 醫波拉的 原來發現醫治的新型關注病毒 亦有神效 據報有一個美國病人 不用24小時用後 便會由病重變成恢復 現在已經運到中國可以使用了 這是第一個 治療方面的新階段 第二個 中國方面 衛健委 李蘭娟院士團隊 宣佈發現了兩種藥物 都可以有效抑制病毒 甚至治療病毒 他的說法就是 療效相當明顯 這兩個病毒的名字都頗喬口 包括 亞比戴爾及達勞娜偉 宣佈是有效的 起碼實驗室的階段是有效的 還未臨床 但無論如何 這些藥物出來 無論是美國那隻 以至中國自己發現的兩隻 都被內面形容為新冠狀病毒的三個黑星 換言之 在治療方面 亦出現了新階段 加上第四個新階段 疫情的新階段是甚麼呢 就是央行 政府 舊市出現新階段 今星期一 內地政府 舊市非常厲害 兩天之內 透過逆回購 向市場提供了大量的動性 錢的數目多了1.7萬億 在這情況下 上證指數固然有反應 連彈 即刻彈倒 星期二彈 今日又彈了 即刻有反應 這是上證指數的情況 除了內地大水猛灌之外 今日的消息是泰國和新加坡 亦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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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在疫情之下的經濟情況 泰國是怎樣做呢 就是減息 讓它變職 新加坡亦應聲 出現下跌 延續近排的跌勢 去到四個月的低位 這些都是 而是 中國老路逐到政府也有政府 出手 應對出現下 這是新加坡亦可以說是疫情的新階段 換言之之內 四個新階段已經有 dot 情況下,後市怎麼看呢? 初步看,因為香港的情況很淡 其他三個新階段都是偏好的 估計港股中線的情勢應該轉好了 只不過在短線來說,見到今天恆生指導 見到那位之後,回軟陰陽足圖出現的小陀螺 陀螺是逼近100天線和10天線的殘渡設定 接近10天線和100天線,反而這些位置有回吐壓力 短線回吐的可能性是大 加上國企指數的走勢也是類似 10天線更加跌穿100天線 指數也是逼近100天線和10天線之間出現回軟 由高位升幅收窄 而且陀螺的軸身比恆生指數更加小 顯示回吐壓力比恆生指數更加大 估計這種情況下,恆生指數雖然剛才提及過 四個新階段合併清一清之後 應該中線離好,但短線有可能先行回吐整固一下 反覆考驗之前的支持水平 例如恆生指數,試試26,500點或者再多一點 去考驗下面的支持,再重組中線的走勢 整個關係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